10月5日是德州医学中心不平凡的日子 MD安德森癌症中心的第一位诺贝尔获奖者吉姆·埃利森博士 及其夫人Pedman Sherman 在安德森癌症中心主任Peter Pister的陪众下 缓缓走进医院大厅 路上布满热情的人群和欢乐的鼓声 人们挥舞着海报发出着欢呼声 向世界首位肿瘤免疫治疗学 诺贝尔获奖者吉姆·埃利森博士致敬 MD安德森癌症中心主任Peter Pister在新发布会上说 我要向埃利森表示热烈的祝贺 获得诺贝尔奖不仅是他个人的成就 也有全体团队的功劳 他获得诺贝尔奖不仅是他个人的荣耀与骄傲 也是整个团队的荣耀与骄傲 也是我们MD安德森全体员工的荣耀和骄傲 自从10月1日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公告发布以来 这对埃利森来说是一个旋风式的一周 埃利森说他并不打算要找到治愈癌症的方法 他只是想更好的了解T细胞 他说他的工作对癌症患者的影响 说明了像MD安德森这样的学术机构的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要性 我希望他会创造乐观 他说还有希望我们仍在努力让他变得更好 美南国际电视记者朱全胜 休斯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